好 這樣聽得到嗎?聽得到我講話嗎? 各位來賓大家 然後 我講話有點憨乳蛋 但我不是做乳蛋 我講話有點憨乳蛋 所以如果你真的聽不清楚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講 那時候你就直接在台下講 你不要再憨乳蛋我可能就知道 好 然後待會我會動手做給各位看 一步一步教各位 然後做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帶各位去 要做一下 然後做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帶各位去檢測你的 這個轉輪 轉飛啦 轉飛 到底能不能用 做到一半的時候就可以開始 測試 然後測試完以後 我們才會做最後一個修飾他的動作 好 來 各位小朋友幫你們的杯子 你的杯子 塗丁 然後還有 應該都有 一卷 這個膠帶 這個膠帶 有看到畫面 有看到畫面 好 來 欸 杯子其實很簡單 杯子的加工非常簡單 你就真的就找一個中間 中心點位置 然後 對我來講 因為可能你們會看不到 它上面有一些 這上面寫 有一個十八耶 有沒有看到 杯子的底部有個十八 然後上面有一個 三個圈圈的標誌 就 你就把它穿在 十八跟那個上面標誌的中間 這樣我指的這個位置 可以嗎 就從這裡直接 硬直把它戳進去喔 然後 然後 你不要用力到 直接把它戳到 完全破掉喔 破了 已經有人破了對不對 欸 破了舉手 你看 OK 你破了 你破了 蛤 你有沒有破啊 戳過去 戳過去只是剛好而已 不是真的破掉 連這個整個都裂開 這樣才要破掉 好不好 呵呵 你如果說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就是破掉了 你如果真的像我現在手上 這樣子 完全破掉了 我跟你講 這個動作應該可以喔 好來 然後之後我們再 你的材料包裡面 欸 怎麼 我覺得好像要講很大 好來 你的材料包裡面 應該都有一支筆 應該都有一支筆 對不對 請你把它拆開 請你把它拆開 先把它拆開 拆了 拆了 把這個頭 都拿走拿開 剩下現在的影片 這個應該 回機上面看到的 這個狀態 OK嗎 欸 裡面的筆心可以抽 裡面的筆心可以抽掉 就只剩下後面這個套 只剩下後面這個套 只剩下後面這個套 欸不要拆的太徹底 有後面的也把它拆光光喔 只要拆頭這個 把它打開這裡 看一下這個畫面喔 你就只要把它捲開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筆頭的部分 就不要 先放旁邊 然後我們要的是 這個 我們要的是這個 來 給你的那一小段黏土 請你把它搓成圓餅的形狀 圓餅 你不要把它壓扁喔 就這樣圓餅 你就把它搓成一顆球 先搓成一顆球 然後像這樣 再捏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多搓抵幾下 多捏 沒關係啦 這是一顆球 然後 等一下我們要黏一下 因為這個黏土其實不怎麼黏 你現在如果很黏的話 應該要黏在你手上 應該要黏在你手上 好 可以了嗎 好的人 或者是其他有空的手的人 來 接下來做一個動作 應該有發給你這個雙邊膠帶 這其實有點細 有點細 有點細 然後翻你撿兩小段 然後黏在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叫珍珠板 好一樓板 來黏在總間 兩條段 兩條段 一小段多長喔 就是跟你的手指頭 一樣長就好 那你不要整個手指頭的長度喔 那太長 你就手指頭的快度就可以 好 你的杯子如果這樣子 試轉OK 成功的話 接下來 我會再稍微加快腳步一點點 就是 你要黏你桌上的這一捲膠帶 就銀色的這一捲膠帶 就把它黏得跟 這個一樣 像這樣 大概 七分長 那 那 基本長就行 各位小朋友 你們 如果對這個送手指頭 有點興趣的話 你要知道 其實說 你其實要花一點時間去做 趁現在培養一點耐心 來 那杯子破掉了 可以跟我們那個 旁邊的那個 小組長 再拿一個新的杯子 那 那個新的 其實小賴 你也講一下 你也講一下 我沒有 那我沒有 那我沒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如果你那個一家有做兩組的你可以比較看看 一個連八條一個連六條看看 或是你只連四條看看它的效果有沒有差 可以試試看做這個小實驗 學科學齁就是很多實驗要去玩出來去踹 要試試看 好然後現在那個請小主長幫忙一下喔 把這一個 這一個 一桌應該可以兩隻吧 這一個把它拿下去 一桌兩隻 一組一隻 一組一隻是不是 拿一組一組 然後拿下去的時候不要很興奮的拿來敲 那個不是劍也不是棒球棍 請珍惜我們的東西 好 這個其實是一種縮小版的辦事騎電器 它是一個縮小版的辦事騎電器 我待會教你們怎麼使用它 來測試你們現在的東西可不可以用 你好小朋友可以看一下那畫面喔 我試一下給你們看喔 只是 現在發現應該有 這畫面我手上拿的這一把 我手上拿的這一把 請你把頭靠近你做好的那個杯子 然後啟動它 你啟動它 啟動它 啟動它 啟動它的開關就在旁邊這裡一個按鈕 有的是白色有的是紅色 你現在要收手指的這個位置 好來 那你的頭靠近它 啟動它 它應該就會動了 它應該就會動了 OK 先玩玩看 這樣應該沒手會出 OK 這邊有一些 這邊有一些 好,我知道你會害過頭 所以他趕快拉回來 要不然現在發散了 接下來我要教你們做兩個 手臂的部分 就是他會打爆住的這個部分 像畫面上看到這個 他其實 算蠻簡單的一個小動作 可是因為這個紙比較厚 我會給你們講一下 他折的是厚 你要折的時候有可能會把上面 折爛爛的 所以如果你要折漂亮的話要聽我講 好,首先現在這一個 你們可以拿到兩片比較厚的厚紙板 這兩端黏上雙面膠帶 因為我拿到的上面膠帶比較細 如果你拿到比較寬的話 其實黏一條就夠了 然後因為我比較細我就黏兩條 黏兩條下去 然後黏完了以後 黏兩條 後紙板都要黏喔 兩條後紙板都要黏 然後黏完了以後 你可以先聽我講完再往下做 來,黏完了以後 黏完以後 接下來開始要對折 開始要對折的時候 請你不要急著 就直接先從下面捏下去 請你先把上面的 彎回來對齊 彎回來對齊 像這樣,把它對齊好 然後對齊好以後 抓著最上緣 像這樣,抓到最上緣 再往下捏 再往下去捏 這樣子它的末端折橫的地方才會最漂亮 末端折橫的地方才會最漂亮 你不要就像摺Apple紙一樣 就直接壓下去 它會皺皺爛爛 然後兩個都 兩條應該都要一樣的步驟 接下來就要把它打開 雙面膠帶的這個部分 雙面膠帶這個部分 好,折回來 把它往外折就對了 把它折回來往外折 OK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把它往外折 切襲雙面膠帶就對了 把它往外折 好 折完了樣子應該是像這樣 OK 所以另外一條 也是一樣 開始吧 開始吧 呵呵 這動作應該還算簡單 待會兒要巧 要微調的時候 會稍微小小的要點技巧 那如果你 你還想再看一次 我現在手上這邊還有一條 我再做一次 先把這個 直板的兩端 拉過來對齊 拉過來對齊 對齊完以後捏好 然後之後再從下面捏回來 從下面捏回來 之後呢 再把上面的 雙面膠帶的地方 打開 往下折 打開往下折 哇這個角度是按 這個動作應該 會簡單 好來 接下來 你們彩料包裡面還有兩條 這個你白色的 這兩條 呃 如果你回去想要再重複複製這一組 可以跟你們講一下這兩條是什麼東西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啊這就是鋁箔 這跟你烤肉用的鋁箔真的很像 它真的是鋁箔 但是它後面有背膠 它後面有背膠 它可以撕下來 黏黏的 就很像膠帶一樣 那這是什麼 這是鋁箔膠帶 鋁箔要去電子材料行才買得到 然後你可以在電子材料行買到紅箔膠帶 這都不便宜拉 真的都不便宜 你們可以去試著去找找看 銅箔膠帶的價格 是現在我手上拿的膠帶價格的三倍 三倍價 所以現在很貴 非常貴 這個一個幾元是不是 唉 忘記了 可以用那個鋁箔紙後面可以收到鋁箔 可以 只是因為 會做起來比較做做爛爛的 就是你如果拿鋁箔的話 會比較做爛爛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那樣做的話 提供一個方法 就是你拿鋁箔紙回來了以後 拿你的筆桿 壓一遍 就像燙運動一樣 這樣壓一遍 它就變很平 非常漂亮的一個鋁箔紙給你 然後 不要太用力喔 會破 很用力會破 然後因為這個鋁箔膠帶 是因為你買了以後 它都是 比較平整的 然後後面就上背膠 會比較方便 好來 接下來 請你先把鋁箔膠帶 先對折 不要先撕開喔 先撕開 再對折就沒救了喔 先對折 先對折 先對折一下 先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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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對折 先對折 兩個都把它對折一下 好 把它對折 好了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把背膠撕開一半 呵呵 只有一半喔 不要整個都把它撕下來 哇 這太棒了 我撕膠帶的慾望 就滿足了 這怎麼那麼難撕 好來 像我現在手上這樣 一半 像這樣 一半 一半就好 就是一半就好 就剛才對折的那一半的線 到那裡就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來 接下來 做一件事情 剛才你對折的 欸 兩個東西 一個是鋁箔膠帶 然後一個是你 現在我手上這個 黑色這個 可以嗎 請你把它 到後 這個 鋁箔膠帶放到這個 架子的後面 這樣 可以嗎 這個動作可以嗎 可以嗎 大概比這個位置 呃 對 對不起 應該要這樣 OK 這樣 這個畫面應該夠清楚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以後 接下來把你剛才撕開的鋁箔 鋪回來 把它鋪回來 把它鋪回來 把它黏住 像這樣 可以嗎 這個動作應該 還好吧 還好 好 接下來 放這個角度給你們看一下 剩下的背膠 就可以把它撕掉 剩下背膠就可以把它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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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跟我的角度相反 好 撕掉了以後 然後 再把它對 剛從沿澤到剛才對折線 折回來 黏在這個架子上面 OK嗎 好 我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他的形狀會是像這樣 好 做完了以後 做完了以後 這個動作 就是做了像一個旗子 剪刀桌上就來 好 接下來 請你把它剪成它的 前端 這個鋁箔在比較軟的地方 這前端 請你把它剪成尖尖的那個形狀 有剛才周老師 跟牙齒一樣 嗯 哦 對 跟牙齒一樣 這就不夠力了 跟鯊魚的牙齒一樣 跟鯊魚的牙齒一樣 跟那個 虎鯨的牙齒一樣 OK虎鯨 知道嗎 薩人鯨 薩人鯨應該知道 這是最近發現了一隻 103歲的精銳 把它剪成鋸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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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在後面上也可以看到 這樣我把它剪好了 那就像這樣 欸這個拿來抵對一下 這樣 可以嗎 這樣這樣 有鋸齒狀 有鋸齒狀 把它剪成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樣複製它 然後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動作 回去以後如果你想做的話 其實有一個剪 有一個小小偷懶的方法 現在有賣一種剪刀 剪下去就是鋸齒狀 很方便 就買一把 加一把那種東西 一把大概 六十塊就買到了 你買一把回來就可以用 直接剪一刀 剪這個 各位家長可以給你的小朋友自己試試看 比較精細的動作 如果他 越早起會的話 對他的一個空間的思考概念會越來越清楚 這是有歌曲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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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了齁 那 我就繼續往下講 因為大部分都完成了 然後繼續往下 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黏上去了 我要開始把它黏上去 請你把剛才打開的這個地方 下面 這下面這背膠的部分 雙面膠的背膠部分把它撕掉 撕完了以後你不要急著就直接 就覺得自己爽就黏上去 請你讓這個尖端 請你讓這個尖端 盡量靠近你的杯子 但是不要碰到它 不要碰到你的杯子 但你不要跟它黏垂直喔 什麼叫垂直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不要黏這個角度 現在影片看到這個角度 你讓它傾斜一點點 讓它傾斜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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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靠近 因為傾斜一點點的好處就是 你之後可以調這個鋁箔 彎過來讓它靠近 你如果黏垂直 這個方向 你就不能調整 你就不能調整 所以讓它傾斜一點點 傾斜一點點 然後靠 盡量靠近 不要碰到 不要碰到 盡量靠近 不要碰到 然後 腳打開一點 什麼叫腳打開一點 我轉一個角度 來 看到這個腳是打開的 是打開的 你不要把它擠扁 擠扁它就 沒辦法很穩固了 你就讓它打開 嗯 這樣 有看到 打開 OK 好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然後你可以把它連對稱 因為把它連對稱 連完了以後 基本上就好了 基本上我們今天這個 DIY的這個過程 應該就算好了 然後 你就可以去 玩周老師的那個 起電器 看你的 這一組 有沒有做得好 好 然後最後一個動作 最後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各位桌上 都有一個這樣的貼紙 很大一個 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它 撕下來 把它貼在我們作品上面 小朋友 來 聽周老師這邊一下 不要急著去被電 因為還有兩個 實驗很精采 有沒有想不想看 十分鐘喔 十分鐘 把那兩個實驗看完以後 每一個小朋友 都可以被電到 周老師可以保證 好不好 給小朋友 趕快回你的座位 我們周老師 還有兩個實驗 要跟他分享 在別的地方 和採笑喔 我們等 所有小朋友 都回座 我們要看 就夠實驗 所以我們看 哪一個小朋友 是最後一個回座位 你買巧克力多貴 超貴的啊 你看金屬包裝 五 四 三 二 哎呦 我們是做一個 我們還是家長 那周老師要給大家看的實驗 真的是保證你在別的地方看得不到 所以今天 有一個精采的 壓軸的兩個實驗 在這邊 好像要跟大家分享齁 請周老師先把東西放一看 欸 因為我們還是 因為今天這個實驗 先不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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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今天做一個靜電實驗 有印象嗎 今天我們做的是靜電實驗 剛剛老師已經跟各位 解釋不到靜電實驗 靜電怎麼造成的 有沒有印象 日常生活中看到什麼靜電 還有我們今天把這個靜電怎麼回事 大家都需要有一個印象 那就是靜電實驗 到底是幹嘛 因為靜電實驗 你們知道電磁曲 我現在問同學問題喔 因為我們老師上課有個毛病 學員有點學究 你們知道電磁曲喔 事實上只有四大基本原理 哪四大 不記得對不對 庫倫定律 也就是高斯定律 庫倫定律也就是高斯定律 有沒有 還有市場的庫倫高斯定律 還有法拉第定律 知道吧 法拉第定律還有一個什麼 安美定律 還有一個安美定律 這個是大一的程度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好 他說大一的程度 都把大家當大學生 對 這位老師還不知道會講 一個安美定律 我忘了 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天 差不多會忘掉 但是我不是上大一的課程 所以老師別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都是學生 差不多跟這個程度很像 這個 我怎麼講 知道吧 這四個大天律 第一個 我們今天做的 放那個腳 放那個腳 可是我 可以站在這裡 呃 好 因為小鐘又已經 全部擠到這裡 我得 前面講一個 第一個 是關於就是 四個定律當中 一個最基本的定 叫庫倫定律 就是高斯定律 就是靜電的部分 知道吧 它其實動了之後 也是一回事就是了 但是 今天講的其中 這一個定律 另外一個定律很重要 一個很滑的定律 那就真正是我們 我們使用的電 我們使用電 基本上就是基於 這樣一個定律 那今天老師的演示給各位看 所以我們把這個課呢 在最後 換言之我們今天有介紹的 兩個基本定律 你看到這是一個磁鐵 這是一個磁鐵 這裡有一個線圈 有看到那個鏡頭嗎 這是一個磁鐵 這是一個磁鐵 這是一個線圈 有看到嗎 有齁 因為那個朱老師的 朱老師的這個節目 一定要加碼演出才行 哈哈哈哈 有看到齁 加尾預告 把那稍微 對對對 這樣這樣這樣 有看到 你今天沒有玩 你今天沒有玩 什麼都沒發生 有沒有看到 其實是大 但是這是一個磁鐵 在這裡有一個線圈 穿來穿去 它會發電的 發電的時候 你看 你幫我按一下 按一下 燈子 燈稍微熄下好不好 熄下燈子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 如果 這個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 磁聲電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個能量轉換 如果它這個 我們什麼都沒有電 只是把這個開關打通 不打通而已 比如說有沒有電流過來 其實沒有電流過來的時候 磁聲電的現象還是發生的 但是能量沒有轉換 但能量轉換的時候 你看喔 它一亮 它就填下來了 如果不亮它是不填的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再來試一次好嗎 先亮還是不要 先亮還是不要 其實我不要 亮一下還可以把它關掉 亮一下 它就煞車一下 然後關掉之後 它又去盪 沒事一樣 又再煞車 可以好幾次 你看 然後再打開 亮它就停掉了 這是一個能量轉換 比方說這個電池改變 你相當一個能量轉換 有沒有小朋友 有沒有看到的 有沒有看到的亮 有沒有 我們這樣好 我們把燈再熄掉一個 再演一次 對 要前面一點 這個 只是我們諸多實驗 當中一個 因為 我們有一個電池轉換的 磁聲電的過程 要把細節介紹出來 其實我們一共有四組實驗 但是我們禁止帶兩組 講完這個之後 你知道它 這個磁聲電的過程 是一個能量轉換的過程 那我們把它應用到一個實際應用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教材呢 是從原始的原理 然後應到實際應用 什麼叫實際應用 我們不單單是風力發現機而已 實際上如果做風力發現機 還可以做一些 還可以做一些省流的過程 我們這個事實上 是一個空中的風力發現機 這個東西 它事實上可以拿起來的 這個是風針的繩索 這是示意圖 了解吧 那為什麼可以 這個都可以動呢 因為在空中 這個風針的那個角度不一定的 它不一定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調整適當 讓它這個風一吹的時候 它立刻水平發電 可以嗎 好 開最大好了 因為 最大嗎 好 好 風的原理 不急 先把他們涼 沒事 沒事 先 足夠 足夠 再一點時間 這種 這種風車夜邊 就啟動比較困難 但一起來之後 它力量慢慢大 你們等一下對才知道 這一口 對 兩個乒乓 小朋友 好厲害 這個我希望周康大學如果有可能的話 還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真的用風箏給它飛上去 有沒有看到它的發亮 真正在操作的時候呢 真正在操作的時候 這可以用風箏把它飛上去 如果我們周康大姐姐的方法 下次你們來到外面去放風箏 每一個人坐在一起看不看 這個難度是大了一點 難度是大了一點 看一看 那大概今天我們就介紹這兩個 我們現在還一點點時間 要再去放 好嗎 再去看看這個轉 好嗎 去去去去 可以點 可以點 現在要去試的可以去試的 好不好 試完我們就 好 小朋友今天不要去排隊喔 等一下 因為 你要拿一個東西去換被電的機會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知道嗎 問卷 問卷 而且你在說問卷喔 你不能空白喔 你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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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下一次你家裡沒有電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就是個發電 放風箏 好 很好 還有呢 不要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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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那個摩擦幾天拿出來發電嗎 這也是一個方法 剛剛那個 周老師介紹的那個 會煞車的那個 那也是一個 可以產生電的方法 然後大家進入完了好幾種 所以待會 你的問卷寫好之後 請光榮 你在那邊 Stand by 就是 小朋友用問卷來換被電的機會 OK 你來決定他們要被電多久 好 我們再多一個人去光榮那邊支援 對對對 來 排隊 來 排隊 排隊喔 怎麼樣 還可以吧 因為你比較乾燥 哇 哇 好爽 好爽 這個長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過頭了對不對 哇 哇 先關掉 關掉 關掉 您問一下 就關掉了 老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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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 下面 老師看 下面一個可以嗎 余涵做得很好 好 來下一個 下一個 下次如果要比賽的話 要第一名的這個 對 這個 這個 媽媽 你快點擔心 你這個 我不是媽媽 是那個叫誰啊 那是她 我以為是她媽媽的 不是啊 不是 你這個問題可以救 你看 我自己轉 好 你自己轉 好 你自己轉 喔 喔 喔 這個底要扶 要壓著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你跟老師開玩笑 自己轉 我同意 幫我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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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不見小朋友喜歡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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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來轉好了 還是我來轉 還是我來轉 轉閃 跟那個 跟那個武修一樣 對 跟班傑一樣 跟班傑一樣 跟班傑這個蠻眼的 那你講得到嗎 快一點點 哇 轉了耶 很容易啊 對 他的事很好哭 他沒聽哭 看來那個 就是拿走了 後面一個小朋友在排 好不好 好 幫老師拿走 畫點 哇 要命了 真的是 這個轉得太快了 可以嗎 好啦 看看別人的 我看 哈哈 你是女兒是吧 不是 不是嗎 應該要不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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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對 一線索 哇 可以跌到嗎 有 有沒有 還好嗎 還 他這個盪子太厲害 因為你沒有辦法弄來 謝謝 好 可以 你這個可以再後車一點 阿板 你這個可以聽著看 有嗎 他為什麼 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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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轉不能握緊 你知道嗎 好嗎 轉一下就好 嘿 你不要不轉 有沒有看到 你不要看到 可以 可以幫他拉長 可以 好 好 那下一個人 因為他會還好多 可以嗎 他做了很久 對對對 都可以轉 他做了很久 對對對 都可以轉 那個 他們回去可以玩 變年燈菜 剛剛在這邊玩 好 因為你剛好有兩個 然後你可以看 因為是水炸的 然後還有變年燈的 還可以有一點 空虛去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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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樣 然後你去摸旁嗎 我把我手被點當飯 飯有沒有 沒點 Southern 沒有 回點點媽媽 沒有 你怎麼這麼曖昧的 有 有 有 你經過他 你還這麼誇張 真的受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